国阵在巴都沙比区国系补选强打同情牌 委派了前议员蒋国华的姨双拿丁曾道林代夫手土 立抗两大反对党沙巴进步党和名联的强力攻势 沙巴州国阵主席兼首席部长拿渡穆沙阿曼 在山打根和风酒店宣布国阵候选人士说 国阵成员党将新权力助选确保候选人胜出 52岁的曾道林与蒋国华育有三女一男 她也是团结党伊罗布拉区部妇女组主席 她始言要尽力服务巴都沙比区选民完成丈夫的愿望 巴都沙比区补选预料将出现多小战 除了国阵沙巴进步党主席拿都杨德利已经宣布上阵 公正党则预料派出人民公正党前任州主席安沙里阿都拉 巴都沙比区原任国会议员拿都蒋国华 于本月9号车祸丧生 选举委员会定于本月26号提名 11月4号投票 另外数百名自称是沙巴团结党西江区的党员 趁着国阵宣布候选人时在场外抗议 要国阵委派回教徒候选人竞选巴都沙比区国会议席补选 但在沃统西江区州委员拿都三苏丁耶 区前取过他们的抗议横幅 并要他们解散后息事